修行无别修,只要十路头。 望有缘看到这个视频的朋友都能随喜订阅人间修行路频道,点赞并转发本视频。 让更多的有缘人加入修行的队伍,就是成就不可思议的法不失功德。 不知不觉又一天,你在这里打坐,打了多少个妄想? 一刹那一个妄想,一刹那又一个妄想,一个妄想就是一个生灭及一个生死,看你经过了多少个生死。 一生一死就是一个轮回,总在那里转,就像我们跑箱,也是一个圈一个圈的跑,一个圈一个圈地转。 用功就是要觉悟生死这个东西。 古人讲,修行无别修,只要十路头,路头若实得。 生死亦其修 如去广州该怎么走? 向南走 方向要弄清楚,向南走就到广州,向北走就到北京了。 六道轮回你要上哪一道? 是人道,天道,鬼道,地狱道或是畜生道。 不想六道轮回,想了生托死,你们就要好好用功了。 二祖会可求法时,对达摩祖师说,我心里很不舒服,求尊者为我安心。 清心慢心,焉能得闻火法。 慧可为表求道之决心,以刀断臂,达摩说,将你的心拿出,我来帮你安心。 慧可就去找心,找来找去,闭心了不可得,达摩就说,我给你安心好了。 慧可于言下就开悟了。 我们现在心里烦恼不清净,就像食堂里的水浑浊不清。 为什么会浑浊呢? 因为有鱼在游动,把清水嚼起来了。 心中哪来的烦恼? 因为有妄想。 没有妄想就没有烦恼。 你为什么要往外跑呢? 我讲过,除了吃饭,上厕所,不准出禅堂门,你为什么偏偏要出禅堂门? 那就是妄想,向外举人。 即使外面有个猴子在叫,里面有个猴子在应,外面的猴子叫,你不去听,里面的猴子就不动了,只因里面的猴子动,就听到外面的猴子在叫。 外面的猴子就是习气,使过去无量劫来。 八十田中种下的夜时,晴食行动了,妄想一答就听到了。 真正用功的人,什么也听不到,听到了也不理,听耳不闻。 古人说,两耳不闻窗外事,一心唯独圣贤书。 我们馋盒子是两耳不闻窗外事,一心只把话头餐,要不要的呢? 我看很好,既符合释法,也符合佛法。 佛法与释法不是同一个东西,内外不是一样吗? 自己知道妄想这么坏,修行原来是为了这个问题,不打妄想不就好了吗? 你们在这里一坐一起如何用功? 用什么功? 就是教你不打妄想。 不打妄想时干什么? 睡觉吗? 不行,要回光返照看到自己,轻轻静静这个念头,不要让他跑了,如手里拿着钱,不要松手,松手钱就掉了。 报纸上财,一个小孩死了,手上还拿着玩具不放。 因为玩具好玩,他的心总是在那上面。 用功就是要把这个真如妙心好好地守着,死活也守着那念清静,慢慢就会起作用,就会发光,就会有神通。 入定不管多少天,就是念头不动,稳如泰山,火烧不着,水渗不进,雷打不动,参话头就要在这上面留心,参参参。 就是管好自己的本分事,时间过得真快,一下子就老了,一下子就死了。 人命在呼吸之间,要有受用,必须靠自己,提起话头来,参。 dew刚才说一组,赶 Ally deux充役理放下来放 sharp locate 270 或者 frente Dotmar。 等下末角位. 为什么不停鸟 George,还能不能够命,走开。